你好 欢迎收看4月5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县长黄建廷今天会看了建农垃圾掩埋场活化的时候 他意外的宣布说 高雄市承诺从今天开始愿意再帮台东县来带烧垃圾 不过能够烧多久还是无法预期 这段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很努力跟高雄 在协商让我们台东的垃圾可以转运到高雄 然后由他们来带烧 那也跟各位报告正好也是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台东的垃圾又恢复 一部分又恢复宋高雄 宋高雄 那当然宋高雄烧 要嘛它的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 每一顿处理的成本都要三千多块 后续高雄可能再开出来的条件 那可能就是必须要自己来处理这个再生力量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后续我们再来再来检讨 那今天开始有一部分的我们的垃圾已经过去了 不然的话这边的垃圾会越堆越高 县长黄建廷当场宣布让人意外的消息 不过带烧到底要付出多少费用 又能够烧多久 没有人可以预料 环保局长透露 高雄市政府愿意再度释出善意 其实考量的是现实面 垃圾危机暂时解除 但是民众担心的是 重启垃圾带烧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 盖好之后有没有启用的必要 盖好本来就是要用的 要不然就当初就不要盖 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垃圾多垃圾少 你盖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台中的垃圾 本来有多少量 要不然你盖它干什么 盖了就是要用 要不然台中垃圾你一天到晚拖到外宣室 外宣室也不愿意 他可以收多久 不一定的 他如果发不得收 他那些人民反对 你就没得收多 对吧 这样我们台中还是要有主党 高雄市焚化炉 每个月限量处理台东县的垃圾 1500公顿 但是台东县每个月垃圾量 超过3000公顿 民众确实做好回收和减量的工作 能够让各乡镇的掩埋场 延续多少使用年限 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垃圾确实每天都在制造 妥善又长久的解决之道 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 记者赖永诚台东市报导 稍后 稍后